第一四三二章 古河 仙魔精 林小双惊声叫了一句 他的声音只是稍微提高了一点 可是在这魔域境地里面 却显得尖锐无比 似乎为了迎合他的尖叫一般 在远处的地方 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 似乎是有人在攻击什么东西 夜莫三人很快就到了这轰鸣的地方 却发现 这里已经聚集了数百的修士 这些修士围在一条干河的长河旁边 而河里面还有许多枯骨 只是那些枯骨 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了 看见眼前的这条干河的河流 夜莫立即就知道 这可能就是骨河了 轰 夜莫刚到 就看见一名洁便修士 打出一团红色的火焰 随着一声尖锐的叫声 一枚金石落在了地上 又是一枚仙魔精 夜莫已经明白过来 这些人围着这个骨河 原来是为了守株待兔 猎取仙魔精 每个人占据的位置 看样子 都是事先争夺过一番的 善前辈 林仙子 夜莫三人过来后 立即就有人来向善冰兰 和林小双打招呼 倒是认识 夜莫的人比较少 反而奇怪 善冰兰和林小双 为什么带着夜莫 也有些修士 是已经得知了 丹成和无极宗 雷云宗事件的 这些修士 倒是很想上来和夜莫打招呼 可又怕自己一走 别人就占领了 自己有利的位置 夜莫正想找一个人 问问银月丹王去了那个方向 就看见在魔域骨河的侧边 有树名修士 飞奔过来 那树名修士 看见了骨河边众多的修士 连忙大声叫喊道 各位道友请帮忙 好多魔灵追过来了 我们不是对手 其实不等这几名 跑过来的修士喊叫 骨河边的许多修士 已经发现了追来的魔灵 魔灵和邪灵不同 邪灵是神识一点都扫不到 可是 魔灵只要掌握了规律 神识却是可以扫到的 初始的时候 可能发现自己的神识 也扫不到魔灵 可是时间长了 就能用神识感受到魔灵 数十名修士冲了过去 那追来的魔灵 也只有十几个 在无数的火焰攻击下 转眼就化成了 十几枚仙魔精 不要留在这个骨河了 去那边吧 那边是魔域平原 有好多的魔灵 我们实在是太少了点 那几名被救了的修士 连忙冲着这边的修士 急切地说道 听到这个消息 原本围在骨河边的修士 纷纷离开 跟随着刚才逃过来的 那几名修士 冲进了魔域平原 眨眼间 在骨河边 临小双问道 扇冰兰看向了叶末 显然是想知道 叶末是怎么想的 叶末想到了 在西基州沙河里面 那些一出魔器形成的魔灵 结合了沙河里面的怨邪之气 最后形成邪灵的事情来 有些不敢确定地说道 扇前辈 我感觉这里面的魔灵 不是那么简单 杀灭起来太过容易了 而且总有一股诡异的气息在其中 扇冰兰沉默了一会 然后说道 我想 可能是你 去过的危险地方太多 比如冰神禁地 那冰神禁地 确实是非常凶险 按照道理来说 魔狱禁地是第一禁地 应该比冰神禁地更为危险 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魔狱禁地 的确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只是现在的血池已经干涸了 而且 骨河也没有了那种召唤 我猜测魔狱禁地 应该发生了什么变故 这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扇冰兰都这么认为 叶末没有继续解释 见叶末没有说话 扇冰兰说道 在骨河的前面有三个方向 可以进入魔狱禁地的深处 一个是通往魔狱平原 一个是通往魔狱三生桥 还有一个是通往沙河 沙河 叶末吃惊地重复了一句 在西基州也有一个沙河 而且 西基州还有一个魔狱 去魔狱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从沙河进去 难道这里通往的沙河 和西基州的沙河 是同一个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从南安州去西基州 就有两条路了 一条从乌星海过去 一条从魔狱禁地过去 叶末从地球过来 当然知道 星球是圆的 落约大陆庞大无比 也没有人知道 落约大陆是方的是圆的 可是谁能肯定 落约大陆 就不是一个圆的星球呢 如果落约大陆 也是一个圆的星球 那从无星海和魔狱禁地 都可以到达沙河 倒也不难解释 扇冰兰没有注意到 叶末的表情 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是沙河 我也是听前辈说起过 却从未听说 有人进了沙河后 还能回来的 既然没有人回来 为什么会知道 这三条路 有一条通往沙河 林小双疑惑地问道 扇冰兰微微一笑 淡然说道 存在总会有人知道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没有理由 三人说话 只是短短的时间 又是数十道顿光 上百名修士 从叶末三人 刚来的地方过来 扇师叔 青双世界 叶大哥 这次来的修士 竟然有连叶末都认识的 许多修士过来 纷纷和三人招呼 见礼 很显然 这些修士是后来的 他们早就 从外面听到叶末的消息 叶末看见 青涵和青衣等人都过来了 反而觉得亲切 当初在允珍殿里面 他和四女 也算是共过患难的朋友了 所以 叶末和青涵 青衣两人打过招呼后 还问了一句 青月和佑山没有过来 青月和佑山闭关了 青涵连忙回答道 心里还在感慨 叶末虽然灭掉了 无极宗和雷云宗 可和他们说话的样子 还是之前的那个叶末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扇冰兰 看着数名青梦斋的道姑 疑惑地问道 掌门说 魔狱禁地打开了 让我们也出来历练一番 青梦斋的几名道姑 连忙说道 扇冰兰点点头 他也明白掌门的意思 落月大陆大乱将起 南安州将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如果留在门派里面 不出来历练 永远都是一株室内的鲜花 只有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 才可以成长起来 叶末却沉默下来 他在想让墨月落影等人 在墨月之城闭关修炼 是好事还是坏事 叶城主 我要带着门下的弟子 去魔狱平原了 你呢 扇冰兰打断了叶末的沉思 他因为青梦斋的弟子都过来了 不可能再继续和叶末一起行走 叶末点头说道 好 扇前辈请便吧 我要在这里等一会再说 随着扇冰兰等人 离开谷河 进入了魔狱平原 其余的修士 纷纷跟随了进去 转眼间 这里只剩下叶末一人 叶末之所以没有一起 谷河有些问题 是什么问题他说不上来 只是直觉觉察到谷河有问题 谷河是无数事故累积之地 魔灵在这无数事故当中 竟然没有形成邪灵 这让叶末有些疑惑 叶末站在谷河边 神识扫了进去 就算是叶末的神识强大无比 在谷河里面 也没有办法扫到任何东西 只是他依然觉得 谷河中间有些古怪 想到这里 叶末干脆祭出了物联星火 施展出了天火九阳 一轮已经有些淡蓝色的太阳 照射在谷河之上 只是瞬间 就有数道影子一出 那速度迅速无比 叶末脸色一变 竟然真的有邪灵 他不明白 这些邪灵 为什么没有对那些修士动手 可是谷河里面有邪灵 那就意味着 魔域禁地 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地方 只要有邪灵 那就是 有无数的杀技 化针修士 是可以用浴火秒杀邪灵 可一旦 被邪灵附体的话 那就很难杀掉了 进入魔域禁地的化针修士 并没有对付邪灵的经验 如果初次遇见邪灵 那鹿死水手 还很难预料 之前叶末之所以 只是感觉不对劲 并没有感觉到危机 那是因为 这些邪灵 没有对他不利 叶末的天火九阳 虽然只能寄出 一轮蓝色的太阳 可是这一轮蓝色的太阳 是天火所化 就算是上品灵气也融化了 更不用说这些邪灵了 数声惨呼传来 在天火九阳下 已经有了淡淡影子的邪灵 立即就被天火九阳 融化一空 叶末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 一道迅疾犹如闪电般的影子 竟然冲出了天火九阳 逃逸了出去 这道影子 在天火九阳之下 隐隐有了一种暗红的颜色 普通的邪灵 就可以 让一个化针修士 神志迷失 这种在天火九阳下 暗红色的邪灵 叶末不用想 也知道是极厉害的一种邪灵 否则颜色不可能变成暗红 也不可能在天火九阳下 还能逃出去 这暗红色的影子 逃出天火九阳的瞬间 叶末就追了过去 完全没有注意到 被他天火九阳杀掉的 十几个邪灵 并没有丢下仙魔精 这已经暗红的邪灵速度 极其迅速 只是片刻时间 已经出现在了三叉路口 而且没有片刻的犹豫 暗红色的邪灵 就冲进了其中一条路口 叶末在这路口的旁边 看见了一道高有树杖的黑色石碑 黑色的石碑上 写着五个血红的大字魔域三生桥 第1432章 漫步三生桥 叶末只是这稍微的犹豫了一下 那个暗红色的邪灵 已经消失在了魔域三生桥 这个路口的里面 只是迟疑了片刻 叶末就也进入了三生桥的路口 但是前面那暗红色的邪灵 却早已不见 叶末只是追了几分钟 就看见一个并不大的弯拱石桥 石桥宽三尺 长也不过三丈 以叶末的修为 一步都可以跨过无数这样的石桥 可叶末看见 这石桥的时候 偏偏感觉到一阵的晕眩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从脑海深处迸发出来消失一般 不要说一步跨过石桥桥了 就是想前进一步 都是困难 好厉害 虽然叶末三生爵 只是稍微运转一下 那种晕眩就消失不见 可这只是看了一眼 就头晕的桥显然有些诡异 叶末停顿了片刻之后 立即就跨入上了石桥桥 同时 叶末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进入今夜世界 修道意图艰辛无比 对叶末来说 今天他害怕退缩了 如果下次他不得不 进入这个石桥桥 那又怎么办 在叶末跨入石桥桥的瞬间 他就感觉到 无数的黑气风 拥着冲进了他的石海 只是瞬间 他的石海就轰鸣起来 甚至变得凌乱无比 叶末竟然不由自主地往前 再次迅速地走了几步 下一刻 他就忽然感觉 眼前的石桥桥断裂开来 然后无穷无尽地枯骨 向他包围了过来 叶末闷哼一声 仅有的一丝神智 让他立即就进入了今夜世界 在他进入今夜世界的瞬间 他感觉到 周围都清静起来 那种恐怖的黑色魔气 和周围的枯骨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末遇了口气 坐在苦竹旁边 开始运转三生诀 驱逐石海中的魔气 只是数个呼吸的时间 一丝丝黑色的魔气 就被他炼化出来 虚浮在了他的眼前 看见这些黑气 就是叶末也暗自心惊 以他的真元修为 和强大的神识修为 这些黑色的魔气 竟然可以无声无息地 侵入石海 差点让他迷失在这个桥上 难怪善兵兰说魔域三生桥 进去后 三生就全部没了 叶末寄出一团火焰 将这些黑色的魔气烧掉后 丢了一个监控阵盘出去 从阵盘中 叶末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石拱桥依然还在 哪里有什么锻炼 更没有什么无尽的枯骨 好厉害的幻境和魔气 叶末感叹一句 从苦竹之上 摘下了一片竹叶放入口中后 再次出现在石拱桥上 叶末刚出现在石拱桥上 那无尽的魔气和幻境 就又分踏而来 脚下的石拱桥 似乎又在断裂 又在消失 这次叶末已经有了准备 三生绝运转之下 同时已经祭出了物联星火 天火九阳一被叶末祭出 就在天空悬挂起一道蓝色的太阳 瞬间 无数密密麻麻的影子 就出现在了天火九阳之下 就是叶末 也看得头皮发麻 他见过的邪灵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可是他 还是第一次看见 如此多的邪灵聚结在一起 有些邪灵甚至已经靠近了他的背后 而他被幻境和魔气困扰 竟然还没有发现 叶末倒吸了几口冷气 这么多的邪灵 要是全部都离开了魔狱三生桥 甚至出了魔狱禁地 那 叶末根本就不敢想下去 他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南安洲就完蛋了 叶末甚至还在这些邪灵中间 看见了几个暗红色的影子 顿时皱起了眉头 对付那暗红色的邪灵 他的天火九阳 似乎并不能起作用 但就算是这样 叶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哪怕是天火九阳在消耗神石 叶末也是不停地注入真元和神石 进入物联星火当中 悬挂在三生桥上面的蓝色太阳 因为叶末不遗余力地 用真元和神石支持 瞬间就爆发出恐怖的蓝色光芒 那些光芒将整个三生桥笼罩起来 无数的邪灵在这蓝色的光芒下 发出尖锐的叫声 纷纷被叶末的九阳天火化为灰烬 可是让叶末奇怪的是 那些邪灵明知道要被天火九阳烧毁 竟然还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冲了过来 甚至连那暗红色的邪灵也不敢逃走 这些邪灵一个个地 要冲上悬挂在三生桥上的物联星火 似乎要将物联星火弄下来 这才担心 叶末看见这一幕却松了口气 更是拼命地注入真元和神石 天火九阳愈发未拦起来 红色的邪灵虽然厉害和迅速 可是一旦不及时逃走 在天火九阳之下一样的 灰白焚化成飞灰 他们的厉害 只是在天火九阳发出光芒的瞬间逃走 只要错过了这个瞬间 那暗红的邪灵在天火九阳下 一样的不堪一击 此时叶末才注意到 在三生桥的下面 竟然也是一条枯谷累积的河 只是这条谷河 比当才叶末和善冰兰等人看见的谷河里面 枯谷要多得太多了 叶末的神石延伸了出去 很快就发现了 在这条谷河的上游 还有一个枝河 而刚才他看见的那条谷河 应该是枝河 眼下在三生桥下面的谷河 应该才是真正的谷河 看着无数的邪灵魔器 消失在天火九阳下 叶末心情大好 取出两枚副神单吞了下去 他的天火九阳虽然厉害 消耗的神石也是极其恐怖 在他所有的功法中 唯有天火九阳消耗神石最可怕 这种功法也只有他用得起 换成别人 就算是可以祭出天火九阳 也用不了一时三刻 叶末决定回去后 一定要用养神拳温养神石 只有神石强大了 他的修为才会跟着强大起来 随着叶末的两枚 恢复神石的丹药吞下去 天火九阳爆发出的蓝色 更为深浓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末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神石一空 天火九阳犹如巨精吸水一般 将他刚刚恢复的神石吸了得干净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他就感觉到 悬浮在三生桥上的蓝色太阳爆发出一种刺眼的蓝色光芒 片刻之后 在这蓝色光芒当中 再次衍生出来了第二颗太阳 叶末心里顿时欣喜起来 这颗太阳 绝对不是他主动要修炼出来的 而是天火九阳自动衍生出来的 他的天火九阳 自动晋级了 本来按照叶末的理解 他的物联星火不到紫色 就算是衍生出两个太阳 威力也就是这样 并不能叠加 但是现在天火九阳自动衍生出第二个太阳后 叶末知道他大错特错了 这种自动衍生出来的第二颗太阳 比起修炼出来的第二颗太阳 厉害了数倍都不止 叶末根本顾不得再想别的 赶紧吞下树莓附神丹后 脸色苍白地 勉强稳住了空中的两颗太阳 一颗蓝的刺眼 一颗红的炫目 冷静下来后 叶末才发现 刚才在天火九阳之下 无数的魔气和邪灵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已经被天火九阳完全焚毁 叶末抬手收起了物连星火 站在三生桥上暗自感叹 古往今来 无人赶上的三生桥 他竟然站在了上面 而且没有丝毫的影响 现在的三生桥 哪里还有任何让人头晕的地方 桥还是那个桥 和还是那条河 无数的枯骨已经消失不见 而那些邪灵和魔气 更是一点都不剩 三生桥也就如此罢了 叶末摇了摇头 缓步走过三生桥 他知道 只要他回头将这三生桥毁掉 那以后魔域境地 将再也没有魔域三生桥 叶末心里也很清楚 三生桥也就这样 罢了是针对他而言的 换成任何一个人来 就算是能过三生桥 也无法像他这样 灭尽了所有的邪灵 漫步地走过三生桥 除了他 还有水有今夜世界 苦竹 甚至还有天火九阳 三生桥的魔气和邪灵 被叶末的天火九阳 烧得一干二净 那依赖魔气和邪灵起作用的幻阵 也成了一个摆设 唯一让叶末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些邪灵 被他的天火九阳焚烧后 反而不逃 难道是故意找死不成 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 魔域三生桥 是有人布置下来 不允许任何修饰通过的地方 或者布置三生桥的 那个大能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 还有叶末这种人 这个魔域三生桥 似乎就是为了让叶末 来摧毁的 三丈长的石拱桥 叶末缓缓走过 没有了邪灵 这个石拱桥 就好像一座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石拱桥了 叶末走过这石拱桥 在石拱桥的对面 却看见一个 犹如坟墓一般的山丘 山丘的体表是漆黑一片 神石根本就没有办法扫进去 居然是一个封印 叶末惊异地说了一句 他是一个九级巅峰的阵法宗师 这个山丘 是一个封印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叶末随手就是一道雷弧落下 这个山丘的封印 显然非常脆弱 只是一道雷弧 就完全被打碎裂 封印被打开后 里面只有一具枯骨 是谁这么无聊 将一具枯骨 用封印封住了 同时叶末也有些疑惑 他破去魔域三生桥的 邪灵和魔器之后 那骨盒里面的枯骨 完全消失不见 为什么这里还有一具枯骨 当叶末看向这具枯骨后 就是以它画针三层修为 也感觉到了头皮发炸 这具枯骨 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却依然有一种腥臭的气味 而且 枯骨的表面 还有无数密密麻麻的虫子 在爬来爬去 魔域禁地的三生桥对面 竟然有这种恶心玩意 叶末盯着这些虫子 忽然感觉到 这种虫子 它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吞火虫 叶末刚刚想到这个名字 就听见一声 哈哈大笑传来 就是叶末也被这大笑惊地 后退了数步 因为他发现 发出大笑的是 那具布满虫子的枯骨 第四三三章 枯骨的来历 哈哈哈哈 那枯骨的笑声越来越疯狂 甚至根本就没有看叶末一眼 除久雨 我虫膜还活着 你呢 老夫就不信 现在你还有本事 出现在老夫的眼前 那声音游如露过来的风一般 刺耳无比 模模糊糊 可是叶末却 偏偏可以听得清楚 虫膜 叶末看着这枯骨身上 那惊悚的吞火虫 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随即他就沉声问道 你是万年前 纵横落约大陆的吞火虫膜 你不是被除九雨前 被斩杀了吗 怎么还活着 吞火虫膜当年仗着成熟的吞火虫 纵横无敌 杀人无数 他杀人和灭掉别人的宗门和别人不同 他完全凭借喜怒哀乐 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就动手 除九雨前辈 就冲你这句话 老夫今天也要杀了你 不过在老夫杀你之前 你回答老夫几个问题 老夫可以让你留一句诠释 那枯骨停止了狂笑 冷冷地看着叶末说道 只是他的冷笑 听起来有些像具铁的声音 还偏偏有些漏气 不对 你是怎么可能到这里来 那枯骨似乎想起了 这是什么地方 叶末根本没有正面回答这枯骨的问题 他已经将无影暗中寄出 同时丝毫不惊地说道 刚才也是我打碎了你的封印 否则你现在还在棺材里面躺着 我倒也不希望你报恩 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也要问你几个问题 咦 区区一个画针三层小东西 胆子竟然如此大 莫非我吞火虫磨的名字不好使了 那枯骨见叶末丝毫都不惊 反而有些疑惑了 他是真的疑惑 他吞火虫磨的名字 连小儿夜哭都可以止住 死在他手里的修饰 根本就不计其数了 被他灭掉的门派 也是排起来一大堆 当年除了那个变态的雏九宇 谁不怕他 叶末没有理睬他 直接问道 那个封印是你自己封的吧 你从雏九宇前辈手中逃的一命 然后躲到了这里不敢出去 同时又怕自己的尸骨 被磨气全部腐蚀 就将自己封印起来 咦 我倒是真的小看 你这个小小的画针修饰了 年纪轻轻就修炼到画针不说 还知道我是自己封印的 吞火虫魔再次移了一声 开始上下打量叶末 叶末虽然表面平静无波 心里却是惊骇无比 他倒不是惊骇吞火虫魔还活着 他惊骇的是 吞火虫魔是怎么过了三生桥 来到对面的 他有今夜世界 还有三生绝 甚至还有苦竹和天火 这才从三生桥过来 那吞火虫魔当初 又是怎么过来的 虽然心里震惊 叶末还是淡淡地说道 也就是说 我不打破你的封印 你根本就出不来 吞火虫魔冷笑一声说道 就算是你不来 再过百年 老夫一样的会破开封印而出 只是老夫疑惑的是 你区区画针三层 怎么可能过了三生桥 来到了这里 他的疑惑和叶末一样 三生桥那是普通人可以过来的吗 他吞火虫魔 被楚九宇追得无处可逃 好在他有一只 已经进化到十二级的吞火虫 他抛弃了自己的往生和来生 将今生的元神 寄托在了吞火虫中 结果吞火虫毁灭了 他却勉强活了下来 他之所以不怕出不去 是因为他还有一张上骨笨空符 这句话一问出来 叶末就知道 他猜测得没错 这个吞火虫魔果然是经过了三生桥的 见叶末面露惊异 吞火虫魔不耐烦地说道 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送你全尸 第一处九余有没有死掉 第二魔域禁地的入口已经封住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怎么走过三生桥的 叶末知道对方是吞火虫魔 问了两个问题后 早已没有了耐心和这个虫魔废话 子絮已经祭出 一道子虫直接劈了过去 吞火虫魔见自己还没有动手 对方区区一个化针三层的修士 竟然敢主动出手 顿时勃然大怒 一仰手 他身上的密密麻麻的吞火虫 已经冲向了叶末 碰 叶末的子絮劈出后 吞火虫魔竟然用自己的枯骨手臂当了一下 子絮激发出来的子虫和枯骨撞击在一起 竟然发出一声如鸡败格的闷响 咔咔 吞火虫魔忽然浑身一颤 退后了竖步 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那枯骨手臂 他的手臂竟然被一个化针蝼蚁的菜刀 给断去了一截 难道现在的修士都这么厉害了 区区化针三层竟然也到了这种地步 那要是自己遇见了化针后期 甚至化针圆满 那怎么办 必须要尽快恢复自己的实力 吞火虫魔忽然感觉到浑身都在发颤 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 他就感觉到了周身的迟钝 欲 吞火虫魔更是大惊 想都没有想 疯狂地运转真元 神识同时催促慢吞吞的吞火虫 冲上去吞了叶末 原本慢吞吞的吞火虫忽然加快了速度 叶末让无影伺机准备着 天火九阳已经祭出 他担心的是 天火九阳无法灭掉吞火虫 吞火虫本来就是吞火的东西 他的天火也是火 见叶末祭出一团火焰 吞火虫摸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他的吞火虫如果怕了火 那也不叫吞火虫了 如果不是他的吞火虫 数千上万年没有进化 眼前这个区区的化针三层 早就被他干掉了 就算是玉大成又如何 咔的一声脆响 叶末困住吞火虫摸的玉 已经被碎裂 吞火虫摸同时延伸出自己的玉来 他恨自己的实力大损 否则的话 就算是叶末再厉害 他吞火虫摸岂能惧怕一个化针三层 此时 一轮蓝色的太阳已经悬空而起 吞火虫摸立即再次用那漏风的破音 颤声惊叫 物连星火 天火九阳 玄黄五行图竟然被你得到了 红老鬼的物连星火 你又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随着吞火虫摸的破声叫出来 他的吞火虫已经在天火九阳之下 发出噼噼啪啪的炸响 很快那些吞火虫就幻化成了飞灰 叶末松了口气 心里倒是奇怪 这些吞火虫都经历了如此多的年份了 为什么还是不堪一击 转念一想 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这些吞火虫就算是再厉害 这么多年没有火种温养 也饿得要死了 更不用说晋级了 再说了 他的天火九阳已经是蓝色的太阳了 这种普通吞火虫在蓝色的天火下 还可以活命 那才是怪事 那虫摩认出了自己的天火九阳也不稀奇 可是那玄幻五行图又是什么东西 莫非就是自己之前得到的五行基础法术 看着自己的吞火虫 犹如飞灰一般 一个个的被叶末的天火化为灰烬 吞火虫摩心里焦急万分 他实在是想不通 自己刚出来 怎么遇见了如此一个低级的变态修士 就算是他的吞火虫饿了无数年 可是一个化真圆满的修士 他也可以轻易剿灭掉 眼下这些吞火虫都是他的命根子 少了一个都是要命的事情 只要他将这些吞火虫的威力恢复了 就算是叶末有天火和天火九阳 他也不拒 想到这里吞火虫摩想要逃了 他不想和叶末在这里死磕 这个年轻的化真三层的修士 太过诡异 不但有天火 还会天火九阳不说 甚至真元修为和神势修为都强大无比 更可怕的是他的欲丝毫不下于自己 吞火虫摩一边疯狂地运转自己的欲 将锦鱼的真元鼓动起来 支援他的吞火虫 同时暗中准备激发顿空服 叶末感受到吞火虫摩似乎要逃走的样子 可是他被这些吞火虫拦住了 这些吞火虫虽然在天火九阳下不堪一击 可是耐不住太多了 而且在虫摩的真元支持下 吞火虫坚持的时间竟然变长了 施展天火九阳神石消耗太大 他一时间没有办法出手对付吞火虫摩 立即大声说道 虫摩 你是不是有一个葫芦藏起来了 葫芦里面还有很多的吞火虫 叶末当初杀了无极宗的敏无剑 敏无剑用的也是吞火虫 叶末估计敏无剑无法饲养吞火虫 说不定是这个老家伙的 立即就出口炸他一下 让叶末没有想到的是 他说完这句话后 吞火虫摩顿时疯了一般 冲向了叶末 鼠背 老夫撕裂了你 叶末猜测的没错 敏无剑用的那一葫芦吞火虫 就是眼下这个吞火虫摩的 那是他出山的本钱 吞火虫摩没有想到 他的吞火虫被敏无剑发现了 最后用来对付叶末 被叶末完全灭掉 吞火虫摩不要命地冲向了叶末 叶末却怡然不拒 他不怕这骨头拼命 他就怕这骨头逃走 叶末的子叙已经再次寄出 这次 他在神识不足的情况下 强行寄出子叙 吞火虫摩冲向他 这是一个机会 就算是他拼着神识受伤 也要干到这个老家伙 叶末心里是暗叹 运气不好 如果不是之前 他在三生桥上 消耗了太多的神识 现在也没有如此艰苦 第1434章 老魔惊逃 吞火虫摩只是冲了树部后 就再次停止了脚步 他没有再用自己的骨头 去挡住叶末的子叙 而是一挥手 无数密密麻麻的吞火虫 代替他冲向了叶末 这些吞火虫 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 似乎要将叶末完全裹住 叶末的天火九阳虽然厉害 要将这些吞火虫 完全燃烧成灰烬 也需要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十几个呼吸 那层的吞火虫 早就将它吞掉了 虽然它神经炼体修为 根本不怕吞火虫的吞噬 可那恶心的感觉 也让叶末不想被吞火虫咬了一身 叶末心里也是在暗自佩服 这骨头身上 到底有多少吞火虫 此时 他不敢让无影 冲了上去 咔嚓紫红再次劈过吞火虫群 一道毫无阻碍的空间 出现在叶末的面前 被叶末劈中的吞火虫群 碎扎乱剑 臭气肆意 叶末正想给吞火虫魔再来一刀 就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传来 不等叶末后退 轰得一声惊天的巨响 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叶末甚至连进入今夜世界的准备都没有 就被这恐怖的爆炸 完全包围起来 他只能在这瞬间想到 是吞火虫魔这个骨头 让包围住自己的吞火虫群自爆了 吞火虫魔看见自己的计策成功 无声无息地引爆了吞火虫 心里更是一喜 他知道不是自己比对方厉害 而是对方远远没有自己老辣 这才中招 被他的吞火虫群自爆 就算是神仙 估计也只有半条命了 唯一可惜的是 这次浪费了他太多的吞火虫 就在吞火虫魔还在得意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 周身的骨头都是一冷 他的元神 甚至都在被什么东西吞噬 同样在他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是一道紫红劈了过来 这画针三层的修饰竟然没死 不但没死 而且什么事情都没有 吞火虫魔这次才真正的惊骇了 之前他愤怒有一半是假装的 那个葫芦是他的后手不错 可是他主要想让叶末放低警惕 现在他固然是暗算到对方了 可是对方似乎也同时暗算到了他 吞火虫魔感觉到自己的元神 发出撕裂的痛楚 他疯狂地运转真元 要逼出体内吞噬他元神的东西 无影蚕 吞火虫魔很快就知道了 自己体内的是什么东西 浑身的都发抖起来 他一个没有血肉的骨架 一旦被无影蚕吞了元神 他就是死也死的艰苦万分 此时的吞火虫魔已经没有心思去想 这个逆天变态的修饰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甚至连自己的元神都自爆了部分 强行将无影逼了出去 同时想都没有想 就激发了随时准备的顿空服 轰 咔嚓 叶末的子婿完全劈中了吞火虫魔 将吞火虫魔的半边身体都劈开来 一道暗淡的灰光闪过 吞火虫魔余下的身体 在灰光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末看着地上的那带着半边肩膀的骨头 心里也是暗惊 如果吞火虫魔的欲烧差 那今天他这个骨架只有死路一条 可惜被这老东西逃了 不过就算是他逃了 自己出去也要将这虫魔斩杀了 否则祸害太大 叶末一挥手 一团火焰将鱼下的枯骨全部化成了飞灰 这才取出两枚妇神丹吞了下去 连续施展天火九阳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吞火虫魔太过老奸巨滑 之前他好像愤怒地冲向自己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打算逃走了 否则顿空服不可能激发得那么快 叶末却不知道 此时更为哀嚎的 却是已经逃走的吞火虫魔 他以为遇见了一个画针三层的蝼蚁 可以任他欺凌 没有想到 这个画针三层的蝼蚁 不但有天火还会天火九阳 甚至还有强悍的玉和无影蚕 他那把破菜刀 简直就是要命 天地间怎么有这种一天修饰 就算是除九宇在画针三层的时候 也远远不如刚才他遇见的这个年轻变态修饰 这一战 他不但没有杀了这个年轻的画针三层 还损失了九成的吞火虫 小半边身体 甚至连元神也失去了五分之一 他在这里面自封数千年 本来修为就大减了 现在和那个年轻的画针三层一战 他的修为更是又减少了一大半 此时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 密地修炼恢复实力 他发誓 只要实力不恢复到百分之百 他看见那个年轻的画针三层 有多远逃多远 玄黄五行图 叶末拿起那幅山水画 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 画还是那幅普通的画 山河水而已 叶末摇了摇头 再次将山水画收起来 如果这山水画 真的是好东西 那就轮不到 他来拿走了 血油风那个不肯吃亏的家伙 会不拿走山水画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确认了这旁边再无别的危险东西后 叶末离开了摩玉三生桥的桥头 谨慎地往里走 叶末注意到 在他周围的地面和石头 都是黑色的 他看不到周围的阵法痕迹 神石偏偏却只能看到数千米之内 现在 那骨盒里面的邪灵 已经被他灭得干干净净 叶末之所以还要往里走 是因为他感觉 如果在摩玉禁地里面真的有空间封印的印旗 那这个印旗必定在三生桥的这边 这三生桥除了他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进来 封印的印旗放在这里 才是最合适的 沿着黑色的碎石路 叶末并没有走出多远 只是半炙香的时间 叶末就看见了一座漆黑的山峰 山峰上面有三个字 摩玉峰 除此之外 山峰上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树木和青草 甚至连碎石都没有 在摩玉峰的下面 还有一条用青石铺成的路 这条路一直延伸到了远方 叶末依然无法用神石扫到尽头 这一条青色的路在 完全是黑色的地方 倒是有些亮眼 如果换成别人 肯定会沿着这青色的石板路 往前继续查看 叶末却停了下来 他神石和神魂都强大无比 而且第六感觉无人能及 再加上 他是一个九级顶尖的阵法宗师 所以他一看就这个山峰 就感觉有问题 这个山峰不像一个山峰 更像一个阵法 叶末寄出子叙 对着山峰 就是一刀劈出 轰 一声沉闷的巨响之后 叶末感觉到 他不是劈中了山峰 而是劈中了虚空之中的阻碍 紫光一去 刚才的黑色山峰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巨大的光柱 出现在叶末的眼前 而这个光柱里面 赫然是一个大大的八卦圆盘 空间封印的硬齐 叶末颤声叫了一句 在沙河空间硬齐 是通过空间隐匿的办法 而这里却是通过幻化为 一个山峰的办法 两种办法不同 可叶末确认 眼前的是空间封印的硬齐无疑 让叶末惊颤的 当然不是八卦封印 也不是找到了 封住南安洲修士飞升的硬齐 而是那八卦 圆盘周围近千的仙金 这里的仙金 似乎比沙河的要少 可近千的仙金 对叶末来说 如果全部得到了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 近级化真圆满的事情了 叶末见识过的好东西太多了 今夜事件 苦竹 天火 可就算是这样 叶末看见眼前近千的仙金 依然激动不已 别看他现在是化真三层修为了 如果没有仙金 可能清雪他们飞升了 他还在化真徘徊 如果真的要飞升 叶末宁可 自己先飞升 以他的能力 或者可以先打出一片天地 然后等清雪等人一起去汇合 叶末冷静下来 既然发现了仙金 他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一旦错过 谁知道 下次他在什么时候才能再发现 他错过了第一次机会 错过了第二次机会 这第三次或者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叶末暗下决心 不能再错过 前面 两次遇见这个空间应齐 最后都是在他的攻击下 应齐逆空而走了 这次自己应该用什么办法 将应齐拦下来 叶末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看四周的空间 他忽然想到 如果自己布置一个封锁空间的大阵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应齐完全拦住 想到这里 叶末心里大为意动 他也知道 眼下这个应齐的手段 绝对不止九级阵法 甚至是属于仙阵 否则怎么会用这么多的仙阵 一个仙阵应齐 叶末也不敢肯定 他是否可以拦截下来 只是除了这个办法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用之前在沙盒中的办法 他或者可以留下十几枚仙阵 用封锁空间的办法 如果不能留下这个应齐的话 那他一枚仙阵都弄不到 不过一旦留下了应齐 所有的仙阵都会被他留下来 叶末由于再三后 还是决定冒险试一试 上千枚仙阵加一个仙阵的应齐 这已经值得他去冒险了 叶末没有继续攻击眼下的 这个应齐光柱 而是在原地开始炼制阵齐 他有很多的阵齐 可是为了将这个空间封锁阵法 布置得更为稳固 叶末还是决定重新炼制阵齐 这次他没有吝啬任何材料 只要是高级的 都统统被他拿来炼制阵齐了 面对上千的仙阵 仙平以下的材料 根本不值一提 第四三五章 收取应齐 叶末花了整整四天时间 通过逆空阵齐的办法 在这个光柱的周围 布置了一个空间封锁阵法 这个阵法的等级 已经到了九级的巅峰 受限于叶末现在的布阵材料 和布阵手段 九级巅峰的阵法 现在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叶末也不是第一次破应齐了 当然知道 破应齐手段不正确的话 应齐不但不会逆空而走 甚至会自爆 应齐里面这么多仙晶 一旦自爆 威力绝对是巨大无比 如果不能及时进入今夜世界 他神经的炼体修为 说不定都会重伤 应齐逆空和应齐爆炸 叶末都经历过 这个应齐 也是他第三次看见的应齐了 他现在就是要让这个应齐 自动逆空 然后被他的空间 封锁阵法挡住 对叶末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让应齐逆空被挡住 他打算的是 一旦这应齐逆空 他就拼命 让这个应齐 进入今夜世界 这才是他的心思 否则要留下这个应齐里面 所有的仙晶 根本就不可能 一旦那应齐 进入了今夜世界 那就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所以叶末布置完空间封锁阵法后 又布置了一个转移阵法 他怕自己画针三层的实力 还无法移动这个空间应齐 进入今夜世界 一切准备妥当后 叶末劈开了光柱 不等叶末进入应齐 那应齐里面 就溢出了一些仙晶灵器 叶末立即就知道 这些仙晶灵器 在应齐旋转的周期中 会不断地释放出来 结果被魔域禁地里面的魔灵吸收了 形成了仙魔晶 叶末进入应齐后 不等那光柱应齐的裂口 再次封闭起来 就在这应齐里面 丢下数十枚振齐 然后直接射取应齐里面的仙晶 那应齐里面的仙晶 被叶末射取的瞬间 就触发了逆空布置 一阵阵轰隆隆的闷响声中 叶末被应齐扫了出去 虽然被应齐扫了出来 叶末却丝毫不惊 整个人飞跃而起站在了空中 同时又是数十枚振齐丢了出去 这数十枚振齐丢出后 和应齐中间的阵齐 瞬间就呼应起来 叶末丢下控制主阵齐 那光柱里面 消逆不见的八卦圆盘 和数千的仙晶 竟然显露出来 只是这个八卦圆盘 即将要冲出 叶末的空间封锁大阵了 或者说 如果不是叶末 又布置了一个减缓阵法 这个应齐 已经冲出这个封锁大阵了 叶末心里大惊 他立即就知道 自己的空间封锁阵法 挡不住这个应齐 最多只是让这个封印的应齐 减缓一下逆空的速度而已 可以说 如果不是他意想天开的 在应齐里面 又布置了一个减缓阵法 这个应齐 或者已经冲出 他布置的空间封锁大阵了 急切之下 叶末连忙寄出了今夜世界 同时寄出了转移阵法 要将这即将逆空的应齐 转移到今夜世界里面去 叶末的转移阵法 加上他真元和神石催动 就是雷云宗和无极宗的山脉 他也可以转移走 可是此时叶末却发现 他的这些动作 只是延缓了应齐的逆空速度而已 那应齐依然往他的空间 封锁阵法外面一走 没有丝毫的停顿 叶末顿时焦急起来 这样下去 他肯定无法收取这个应齐 之前数天的功夫白费了 情急之下 叶末竟然展开了自己的欲 在欲的控制下 那应齐似乎又慢了一些 可是想要收到自己的 今夜世界里面就是不能 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在牵扯着应齐逃逸 完全不受他的控制 叶末再也顾不得 他对付的是一个应齐了 同时施展出神识刀 一刀又一刀 他想要将那种牵扯应齐的 无形力量给劈开了 否则应齐他永远也收不起来 如果是一般的人 绝对不会用神识功法 去对付一个应齐 应齐只是一个被布置起来的东西 怎么可能有神识 但是叶末不同 他对境的理解 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程度了 在欲也无法控制应齐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用神识刀 切断应齐周围的牵扯力量 让叶末惊喜交加的是 他的神识刀竟然没有切空 似乎有数十道细小的牵引力量 被他的神识刀切中 那应齐逃逸的速度 立即就减缓下来 黄喜忠的叶末更是 不顾神识伤害 疯狂地再次批出百识道神识刀 不 过度消耗神识的叶末 终于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可此时他不禁反省 那应齐被完全阻止住了 下一刻 他再次启动牵引阵法 在阵法和他神识的共同坚持下 那应齐直接被带入了惊艳事件 只是在带入的过程中 应齐似乎抖了一下 十几枚仙金从应齐之上落了下来 打到了地上 叶末遇了口气 神情疲倦地吞下树梅丹药 也落在了地上 他刚想捡起地上的十几枚仙金 就感觉到脚下一阵阵的轰动 好熟悉的轰动 叶末瞬间就想起了 沙盒里面的空间封印 在他破去第二个封印后 也是有这种轰动 随即叶末就知道 南安州飞升的禁止被他破去了 叶末遇了口气 他破去这个应齐固然是帮助了 南安州的修士飞升 可是对他来说 更重要的是那个应齐 应齐只要到了他的今夜世界 就算是不知应齐的人是神 也无法将他的应齐拿走 只要应齐在 应齐里面的那些仙金就在 恢复了一些神事后 叶末开始捡起地上的十几枚仙金 仙金入手后叶末立即就感受到了 那熟悉的仙灵器 他心里甚至有些佩服自己了 看样子 自己要找个地方先恢复一下元气 然后检查一下 自己到底得到了多少仙金 叶末刚刚想到这里 树道顿光同时向他冲了过来 只是瞬间就落在了他的附近 景音列 叶末看见第一个逃过来的 竟然是一度和他合作过的景音列 短短的数年不见 景音列却已经是虚神圆满的修为 只差一步就进进凝体了 可是景音列 怎么可能这么快 叶末立即就看见了 景音列脚上绑着的一张符路 明白过来 在景音列身后的 竟然是两名画针修士 正是当初叶末在南善天外面看见的 那两名无心海的画针修士 两个画针修士 要追一个虚神修士 这还是叶末第一次看见 景音列看见叶末 眼里就露出惊喜的表情说道 叶末你果然在这里 帮助我 两名画针修士听了景音列的话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见景音列用顶级的顿符 还以为想要逃走 原来是为了找一个画针三层的修士帮忙 这个画针三层的修士 他们之前还见过 就是南善天外面和两个女修在一起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叶末疑惑地问了一句 景音列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听见那两名画针修士 惊异地盯着叶末的手心叫道 仙京 竟然真的是仙京 随即那名画针六层的修士 再次惊叫了一句 叶末收起仙京对景音列说道 你先到我这边来 等会再说 是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景音列看着叶末苍白的脸色 也是一声惊呼 叶末淡然一笑说道 我就算是受伤了 区区两个画针 我还没有看在眼里 看见叶末收起仙京 那两名无心海的修士 就算是叶末不说话 也不会放过叶末了 更不用说 叶末现在还说 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那名画针六层的修士 冷哼一声说道 区区画针三层 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吗 修炼的速度倒也快 我看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说完 那画针六层的修士 根本不等叶末寄出法宝 手里的黑色狼牙棒已经寄出 同时那狼牙棒带着无数的刺影 铺天盖地地席卷向了叶末 景英里只能看见 无穷无尽的狼牙刺影 却根本看不见叶末的影子了 那带动空间的杀机 让他不停地后退 叶末微微一笑 手一戴 那无穷无几的狼牙刺影 似乎缓慢起来 最后又似乎有两边向中间收缩 景英里淤了口气 停了下来 他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叶末 当初他第一次和叶末见面的时候 他的修为还比叶末高 他也算是一个天才修士 短短的数年 已经修炼到了虚神圆满 可是再次听说叶末的消息时 叶末已经是连杀当初 九名画真的前辈了 景英里心里很清楚 有些人是不能称为天才的 因为天才在他的面前 根本就是烂大街的 他亲眼看见了叶末的成长 从一个原因修士 成就了一个画真修士 此时叶末伸手一戴 那漫天的狼牙刺影就消失不见 他就知道 传闻是真的 那画真六层的修士 感受到了自己的狼牙刺影缓慢起来 心里倒是一惊 更是催动真元 想要再次激发狼牙刺影 将叶末裹住 可是下一刻 他就呆滞了起来 他感觉到了 浑身一动都变得迟缓起来 此时这名画真六层的修士 甚至都忘记了惊骇 一个画真三层的修士 用于将他束缚住 这是什么概念 他刚刚想到 要尽快逃出叶末的玉 就看见了一道紫红 从他的眉心劈了过去 只是一招 这名刚才还要看看 叶末厉害在什么地方的 画真六层修士 就在紫絮的紫色刀红中 绽放出一抹鲜艳的红色 第四三六章 十一级材料 看见和自己一起过来的 画真六层修士 在叶末面前 一招都没过 就被斩杀成两半 那名画真初期的修士 顿时呆住了 他根本不敢相信自己 眼睛看见的 天下哪有这种画真三层修士 就算是画真圆满的修士 想要一招斩杀一个画真六层 也不可能吧 可是事实告诉他 他并没有看错 当他明白这是事实的时候 叶末的紫絮 已经再次批了过来 魂飞魄散之下 这名画真修士 立即就要施展血顿之术 随即他就知道自己太慢了 他感觉自己 被对方强大的欲束缚住的时候 他终于明白了 同伴为什么连一招都撑不过了 在这种强大的欲下 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余地 不死那才是怪事 或许在对方刚刚动手的时候 他立即就血顿 还有一线生机 刀光过去 这名画真初期的修士 再次被湮灭 锦英里骇然地盯着眼前的叶末 他知道叶末厉害 如果不厉害 也不能连杀十一名画真修士了 在他想来 叶末连杀十一名画真修士 至少经过一番搏斗 可是眼下叶末紧紧呼吸间 就斩杀了两名画真修士 对方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 叶末的厉害 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 这还是他受伤的情况下 如果不受伤呢 又是谁能让叶末受伤 叶末收起 子绪再次吞下一枚副神丹 他感觉自己的神识虽然强大 却已经远远够不上他的需求了 他必须要尽快提升神识 刚才斩杀两名画真看似轻松 其实在他神识受伤下 也付出了一些小伤的代价 如果他之前的神识没有受伤 那才是真的可以轻松斩杀 叶末 梁九锦英里才浴了口气说道 没有想到 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比起你来 我实在是太垃圾了 缓了一下的 叶末微微一笑说道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你的资质比那个什么圆贯男并不差 只是你比较低调而已 叶末说的倒是真话 在他看见修炼最快的修饰当中 锦英里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和他一样 有时间阵盘和三声诀 甚至还有苦逐和仙精的 所以他修炼的快和资质 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叶末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肯定 如果将自己的这些资源 放在锦英里身上 锦英里早就化真圆满 甚至飞升了 锦英里自嘲的一笑 他明白叶末不是安慰他 可是他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好在叶末不是南安十美中的人 否则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虽然长得丑 可是好胜心却极强 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 事实上他确实也做到了 就算是容貌上 他也从来都没有自卑过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叶末再次疑惑地 将之前的问题问了出来 他不能不疑惑 魔域三生桥任何人都不能上 上了必死 锦英里怎么敢从魔域三生桥过来 锦英里微微一笑说道 我冲上魔域三生桥的时候 就没有打算活着了 没想到我真的猜对了 不等叶末 询问他就自顾解释道 这次魔域禁地开放 无数的修士都涌了进来 这些修士 大都通过同伴地召唤去了魔域平原 魔域平原 确实也是有许多的魔灵 很多的修士 都开始组队寻找仙魔精 我也和别人组队了 从别人的口中我得知 你并没有进入魔域平原 还在古河 所以我就脱离了小队 要过来找你 见叶末似乎有些不解 锦英里连忙说道 我要静静凝体了 需要一些丹药 我是来找你练丹的 当初你可是承诺过我的 叶末恍然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是这样 可是你又是怎么 被那两个化针修士盯上了 两个化针修士追你 好像没有道理啊 锦英里微微一笑 本来是没有道理 可是我回到古河后 发现古河里面的枯骨 竟然全部消失了 而在古河之底 我发现了一枚戒指 在戒指里面 我找到了这样一枚矿石 说完锦英里 取出一枚淡紫色的矿石 递给叶末说道 就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可是拿在手中 却炙热无比 叶末看见这块矿石 眼珠都红了 这块矿石 和当初他在裸取十八盘 得到的那块一摸一样 只是在裸取十八盘 找到的是淡蓝色的 结果他用那块矿石 将他的物联星火 晋级到了蓝色 眼下锦英里 手里的矿石是紫色的 那意思 是不是比蓝色的更为高级 可以将他的物联星火 晋级到紫色 叶末知道 奇异火种越高级 晋级越难 他的物联星火 等级如此之高 那晋级不用想的 也是极难无比 他的天火 能晋级到蓝色 完全是运气 如果他不是得到了 那淡蓝色的矿石 现在他的天火 甚至还是红色 到了蓝色后 无论他怎么努力 物联星火 依然还是淡蓝色 很多人得到了奇异火种 可是终其一生 也无法将自己的火种 晋级到更高的层次 那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找到 晋级火种的矿石 叶末可以找到 严连彭星和那淡蓝色的矿石 已经是幸运中的幸运了 所以 叶末也没有指望 可以在短时间内 将自己的天火 晋级到紫色 可是今天偏偏让他 看见了这紫色的矿石 锦英里的心思 剔透玲珑 他只要一看叶末的表情 就知道 这块矿石 对叶末来说非常重要 他根本就没有犹豫的 就将矿石 送到叶末手里说道 其实这矿石 对我来说 也没有多少作用 就送给你吧 叶末一看就知道 锦英里看出来了 自己的想法 有些甘大的说道 是不是那两个化针修士 看见了你手里的矿石 所以才追你 锦英里恩了一声说道 是的 我看见 那两名化针修士过来 其中一人说了一句十一集 奇焉之随 我立即就知道 不好了 好在我还有一张 九级顿服录 在那人说出这句话后 我立即就激发了顿服 可就算是这样 也差点被两人抓住了 叶末知道锦英里的意思 如果不遇见自己的话 就算是锦英里有顿服 也必定逃不掉 同时 叶末也在暗自佩服 锦英里的反应迅速 如果给了一般的修士 肯定以为 就算是保不住 奇焉之随 只要将矿石给了对方 自己保住一命 应该没有问题了 锦英里却看得清楚 就算是他将矿石给了对方 也是一个死字 两个画针修士 怎么可能让自己夺取 虚神修士东西的消息泄露出去 锦英里能在瞬间想到这个问题 显然是极度聪明的人物 十一级的矿石 奇焰子水 叶末拿起手里 炙热的石头重复了一句 他知道 在修真界十一级的矿石 其实已经是接近先品了 十级的材料都是珍宝 更不用说十一级的材料了 奇焰子水这个名字 倒也贴切 自己之前得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叫奇焰蓝水 锦英里却继续说道 我当时就知道 无论我往那个方向 逃都是死路一条 我唯一能选择的地方 就是魔域三生桥 没想到 我逃到三生桥后 竟然黯然无恙 那两名画针修士 见我没有什么问题 也追了上来 好在我遇见了你 总算是逃的一面 顿了一下 他解释道 其实你没有去魔域平原 也不在谷河 我就猜测你应该来了三生桥 因为别人不敢去的地方 你肯定敢去 那沙河就算是你要去 也是从三生桥回来后才会去 叶末汗言 他这才知道 锦英里对他的了解 竟然比一般的人多得太多了 他和锦英里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短 可是这个女人太聪明了点 叶末收起奇言子水说道 这东西 对我确实有重要的作用 因为是可以让天火晋级的东西 万金难求 谢谢你了 锦英里这才露出一个微笑说道 你帮过我很多 送你一颗矿石 也不用感谢呀 再说了 如果今天不是遇见你 我早就被杀了 叶末正色说道 英里师妹 要说帮助 是你帮我的更多 没有你的帮助 现在我 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高度 所以我更应该感谢你 说完 叶末拿出数个玉瓶地 给锦英里说道 这是你以后修炼的丹药 我怕你一时找不到我 所以提前都给你了 叶末是真的感谢锦英里 在允针殿 如果不是锦英里 提出他身上有神石标记 他叶末早已化成枯骨了 在允针殿关闭的时候 不是锦英里帮忙 他叶末一样的 逃不出无集中的蓝沙 同样的不是锦英里帮忙 他不知道去丹城 没有办法认识陆无虎 也不可能找到药王灵脉 更不可能得到时间阵盘 没有时间阵盘 他叶末就算是在逆天 此时最多也不过是个虚神修士而已 此时锦英里 更是送来了物联星火 晋级的材料齐烟子水 他岂能不感激 他送出去的这些丹药 看起来非常逆天 可是这些丹药可以得到 而齐烟子水 却很有可能只有这一块 而且叶末还知道 锦英里和锦英梦不同 锦英里常年在外四处 寻找自己的修炼资源 他虽然是锦英格的双胶之一 可是他的修炼资源 大多是自己寻找来的 和锦英格并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他的待遇远远不如他的妹妹 南安十美排名第四的锦英梦 叶末叫他师妹 锦英里同时改口微笑说道 叶师兄 其实我只要一颗破神丹就可以了 你给我这么多 我怕用不上呢 第四三七章 邪灵出 噩梦线 说着锦英里打开了其中一个玉瓶 当他看清楚里面的丹药时 顿时失声叫道 昆成丹 随即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再次打开其余的几个玉瓶看了看 更是被叶末的手笔惊住了 破神丹 在这里是最低级的存在 其余的就算是名字听了 也觉得珍贵 鹿宁丹 顶元丹 杰生丹 真罗丹 至于笋义丹 他甚至认不出来 这太多了 就算锦英里是爱找叶末练丹的 可是叶末一下 给了这么多的丹药给他 他还是被震撼住了 叶末摆摆手说道 我知道 你一直在外面寻找修炼资源 否则以你的资质 说不定现在已经是宁体修位了 这些丹药给你 你也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如果 没有猜错的话 蓝安州的修士 现在应该是可以飞升了 所以 你也努力吧 争取早点竞技化针 蓝安州的修士 现在应该可以飞升了 叶末的话是什么意思 锦英里反应迅速 他很快就想到了其中的关键词 现在 随即他又想到了叶末受伤的事情 以及刚才的轰隆巨响 难道南安州修士飞升 也和叶末有关系 不过他没有问出来 叶末没有主动说 他也没有问 叶末在取出十枚仙金地 给锦英里说道 这几枚仙金送给你吧 锦英里更是大惊 连忙推道 叶师兄 这个我不能要了 他可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仙金就算是化针修士 都难以得到的 他怎么可以收下 这叶末 也太大方了点吧 好在锦英里知道 叶末对他没有任何意思 否则他都以为叶末 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叶末直接将仙金 放在锦英里的手上说道 记住只有自己的修为高了 才可以帮助别人 如果有一天你的修为高了 说不定你还可以帮到我 锦英里愣了一下 却没有再推 收下了仙金感谢地说道 多谢师兄 那仙金入手 浓郁的仙灵气 让锦英里舒服得 差点叫了出来 他肯定 有了这些东西 他的修炼路途 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锦英里才情高傲 资质又是逆天 任何人也不能给他说教 当初金丹名人堂 排名第二的肖飞去求亲 他只是说了一句 你配不上我 就让那肖飞羞愧而走 可是今天 他是真的感激叶末了 他知道 叶末和那些大门派的弟子不同 他的每一步 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 没有任何门派的支持 他说的话 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罢了 他的说教 他感觉到了珍贵 叶末经夜世界里面 有将近千枚仙金 给了十枚给锦英里 当然是毫不心疼 锦英里资质逆天 而且聪明绝顶 现在给他帮助了 说不定哪一天 他就可以回报自己 等我看看这条路通往 叶末见锦英里收起仙金 这才点头说道 只是他并没有说完这句话 就惊诧地看着前面 一片灰蒙蒙的地方 怎么了 叶师兄 锦英里见叶末面露惊异 疑惑地问了一句 叶末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他刚才明明看见 这里有一条青石路的 怎么转眼间 这条路就不见了 就算是 他被那个有仙金的封印 阵盘吸引 以他的修为 一条路想要在他面前 无缘无故地不见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你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这里有一条路吗 叶末看着疑惑的锦英里问道 锦英里诧异地说道 没有啊 我来的时候 这里就是你一个人 咦 怎么多了一片灰蒙蒙的空间 叶末的神石 扫进刚才是青石路 现在已经变成灰蒙蒙的空间 却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 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危机感 总在提醒着他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想到这里 叶末随手收起自己的阵旗 然后对锦英里说道 我们走 这里不对劲 锦英里倒是疑惑地 看了一眼叶末 叶末从来都不怕什么危险的 怎么也说出 这里不对劲的话来 见锦英里看着自己 叶末岂能不知道他的意思 却没有解释 他只是带着锦英里 快速地退离这个地方 当两人从魔狱三生桥出来的时候 叶末开始布置阵法 他直接布置了一个九级困阵 将这个魔狱三生桥 来路和去路都封住了 叶末喜欢冒险 可是不是傻瓜 他的第六感觉很强悍 那魔狱三生桥虽然危险 给他的感觉却并不致命 事实却是就是那样 可那片消失掉的青石路 给他的感觉却极其危险 我要去魔狱平原 寻找银月丹王 你是和我一起去 还是回去闭关修炼 叶末将三生桥封住后 这才回头询问锦英里 锦英里得到了这么多的丹药和仙精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闭关了 锦英里没有任何犹豫地说道 我也和你一起去魔狱平原吧 一个人从这里出去 总感觉有些不踏实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是 我也感觉魔狱境地 并不是和我们见到的那样平静 就是三生桥对面 我就感觉很是诡异 对啊 叶师兄 我怎么感觉魔狱三生桥 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锦英里虽然猜测到 和叶末有关系 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叶末黑黑一笑说道 因为我先过去了 否则的话 你和那两个画针修士 都没有机会出现在三生桥的对面了 锦英里刚想说话 就看见一名修士 疯狂地从魔狱平原冲了出来 一边冲一边还叫着 放过我 放过我 这竟然已经是一名凝体修士 只是呼吸时间 那个还叫着放过我的凝体修士 就化为了一堆枯骨 而可怖的是 他的头发和表皮依然还在 只是血肉消失的无影无踪 锦英里走南闯北 见过的世面多了 可也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退后了几步 站在叶末的后面 叶末皱起了眉头 随手就丢出了一团火焰 随即一个淡淡的影子 就在他的火焰当中尖叫一声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末寄出火焰的时候 锦英里也看见了火焰中间猙獰的影子 等叶末将这两个影子化成飞灰后 锦英里才震惊地说道 魔灵 不是说魔灵可以用神石扫道吗 这不是魔灵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他心里想的 却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魔玉禁地 将会成为一个南安州修士的噩梦 仙魔精是好东西 可是第一禁地就算是变故了 也不是普通修士可以来的地方 那是什么 锦英里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他还是第一次忍不住要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叶末沉生说道 这是邪灵 是最低级的邪灵 最低级的邪灵 就可以轻易杀了宁体修士 锦英里终于震惊起来 可以轻易杀了宁体修士 那岂不是说可以轻易杀了他 没错 这就是最低级的邪灵 高级的邪灵 已经有暗灰的颜色了 更高级的 甚至有淡红的 如果是暗红色的 那邪灵可以轻易地绞杀化针修士 你的神识现在是看不到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看见 叶末回答道 锦英里立即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 叶末点了点头 没错 刚才我在过魔域三生桥的时候 差点就陨落在三生桥了 那三生桥的幻阵 和这些邪灵 互相呼应配合 让人防不胜防 我在三生桥上 至少遇见了上万的邪灵 更是有数十已经暗红的邪灵 啊 锦英里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如果不是他了解 叶末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夸大 甚至喜欢缩小了说的话 他肯定以为叶末在说谎 刚才如此一个低级的邪灵 就可以轻易杀了一个凝体修士 按照叶末的说法 那三生桥上 有如此多的高级邪灵 还有暗红色的邪灵 这些邪灵 都是可以杀灭化针修士的存在 还是上万 叶末有这么大的本事 可以轻易杀灭这么多的邪灵 可是他又知道叶末说的是真的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过三生桥的时候 就不会如此安宁了 叶末知道锦英里的想法 他淡淡一笑说道 我可以杀了上万的邪灵 倒不是因为 我可以杀上万名化针修士 这不好比较 因为邪灵最怕火焰 更何况我还有天火 而且 三生桥下骨盒的邪灵很奇怪 我明明都在杀灭他们了 还一个个涌上来让我杀 否则的话 我也杀不完那么多的邪灵 不过这些邪灵 和当初我见到的有些不同 这些邪灵 竟然能够瞬间吞噬修士血肉 倒是有些诡异 他们应该不是蜂拥上来让你杀吧 我估计那些邪灵 应该想要杀掉你 保护什么东西 只是没有想到 你这么厉害而已 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三生桥一点 危险都没有 锦英里这才明白 踏过三生桥 为什么如此安宁了 叶末嗡了一声说道 你很聪明 那些邪灵应该 是为了保护什么东西 这才不让我过去 叶末说到这里再次停了下来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些邪灵要保护的是什么 难道就是自己取走的那个应骑 可是那也不对啊 应骑存在的年份 肯定没有魔域三生桥 存在的年份长 那魔域三生桥下面的邪灵 到底在保护什么 叶末想到这里 甚至想要再回头 去看看魔域三生桥了 第四三八章 叶末是什么东西 见叶末沉默不语 锦英里立即就不再说话 叶末刚才提到 保护什么东西的时候 立即就住口了 显然是想起了什么东西 或者要再回去看看 算了 我还是赶紧去寻找 银月丹王前辈 可千万不要有什么危险 叶末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去寻找 银月丹王 说不定那些邪灵 要保护的就是应骑 现在应骑被他取走了 也没有什么要保护的了 更何况 原本魔灵倒也没有什么 可邪灵一旦出现 就是银月丹王 也不一定可以自保 两人进入魔域平原后才知道 这里面的情况 已经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尸体 到处都是 死了好多的人 锦英里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他也在魔域平原 是不是说他也被杀了 叶末加快了速度 同时他的神石完全铺开了 在这魔域平原里面 叶末的神石 虽然也被压缩到了极致 万米之内的地方 却可以看得清楚 一路上 两人遇见的修士尸骨越来越多 不时的有惨叫声音传来 叶末和锦英里都知道 每一声惨叫 都代表有修士 被邪灵夺去生命 两人一路也遇见了几次邪灵 只是这些邪灵在叶末的火球下 根本就坚持不了一个呼吸 这是我玄音阁的人 锦英里指着一句 身穿灰色修士服的尸骨说道 叶末心里却是有些打鼓了 玄音阁是九星宗门 肯定有化针修士一起来 可是连玄音阁都有人死了 更早进入魔域境地的 银月丹王又如何 他只希望银月丹王 可以在邪灵偷袭 他之前用奇异火对付邪灵 那些邪灵就算是再厉害 遇见了奇异火种 也是必死 此时相距叶末和锦英里 只有百里不到的地方 近千名修士挤在一起 在这些修士的前面 有一道火圈 这些修士就在火圈之中 只是这火圈有些小了 很多的修士 甚至已经靠近了火圈的边缘 火圈外面布满了修士的尸骨 那些来不及进入火圈的修士 都被邪灵吞噬掉 偶尔还有一两名修士 看见这边火圈中人很多 想要冲过来 可是从未有一人 能够冲进火圈中 在火圈外停留的时间稍长 就会被那种看不见的影子给吞噬掉 在火圈中的修士 一个个面露惊慌 如果可以后悔 他们绝对不会来魔域禁地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太厉害了 是谁说魔灵可以用神石扫到的 那些袭击他们的魔灵 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神石扫到 现在火圈边的修士 甚至隐约可以看见一些隐隐绰绰的黑影 那些黑影 显然就是神石扫不到的魔灵 这些黑影似乎也知道 火圈当中有很多的修士 都在火圈外面徘徊 却不愿意离开 但是这些黑影又害怕那些火圈 也不敢进去 靠近火圈边缘的修士 更是心惊胆战 怕一不下心 就被黑影拖了出去 但是离火针的火圈 只有这点大 不可避免的 有人要接近阵法的边缘 两名化针修士 为了防止众人抢占地盘造成混乱 更是直接站出来说 如果有敢拥挤抢占地盘的 直接丢出去 好在有两名化针修士发话在前 听到化针修士的话后 圈中的人都将自己的地盘圈起来 避免别人侵占 只是这样一来 先进入离火镇的修士就占便宜 地盘稍大一些不说 还离火圈稍远 后进来的修士 就靠近了离火镇的边缘了 大家都将自己的灵石拿出来 让凌晨前辈使用 离火镇需要的灵石太多 一旦离火镇没有灵石提供灵源崩溃掉 我们全部要死掉 一名化针修士站出来大声说道 听到这话 很多修士都是自觉地取出自己的灵石 很快在一名手拿振器的老者身边 已经多了一堆灵石 我和小珍没有灵石 一名三十左右的男子 有些担心地说了一句 这说话的修士正是于二虎 他和卢小珍跟随着成娜娜 刚到魔域禁地 就发生了邪灵事件 黄疾之下 成娜娜带着他们两个 跟随人最多的地方跑 因为成娜娜的极品飞行灵器 他们也是进入离火镇的第一批人 于二虎和卢小珍常年 为了修炼奔波 根本就积攒不下来灵石 和中品灵石 如果不是成娜娜带他们来 他们连坐船送镇的灵石都没有 可以说 能来到魔域禁地的修士中 他们两个人是最穷的 看见别人都拿灵石 只有他们没有拿的 于二虎就担心地说了出来 成娜娜还没有回答 旁边一名修士就冷声说道 没有灵石留在这里面干什么 滚出去 区区两名助基修士 也赶来魔域禁地 周围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说话的修士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火镇的空间很小 而成娜娜三人来得早 倒是及时占领了一块地方 那名修士和几个同伴占领的地方 反而没有成娜娜三人的地方大 而且更为靠近离火镇的边缘 只要于二虎和卢小珍出去了 他周围的空间就更大一些 你是什么意思 谁说没有灵石了 二虎和小珍的灵石 我来付 成娜娜说完 再次取出数千上品灵石 放在了那灵石堆上 那名修士立即冷哼一声说道 谁说可以你来付了 为了离火镇 我们都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灵石 你竟然还有灵石帮别人付 成娜娜脸色一沉说道 你是故意找茬吗 我就不相信你戒指里面的灵石 全部都拿出来了 眼前这名修士 想要他三人的地盘 成娜娜哪里会不知道 他们三人先进来 刚来的时候 那个镇法前辈还在布置镇法 三人本来都在罪里面的 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 将三人挤到边缘来了 如果不是两名化针修士 及时地站出来说话 此时说不定 他们已经被挤出离火镇了 不过就算是知道这名修士在找茬 成娜娜也没有办法 这名修士和他身边的同伴 他都看不出来修为 显然都是虚神至上的修士 各位朋友 这两名助击修士 明明有储物设备 却连一枚灵石也不愿意拿出来 虽然有前辈布置离火镇 可是这离火镇 也要靠大家的努力 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一样 我们将怎么抵御这些魔灵 那名虚神修士 报了报权 大声对人群说道 虽然他口中这样说 可是眼睛却看着 两名化针修士 那两名化针修士 就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只是关注着离火圈外面的影子 皱着眉头 似乎还在想着对策 人群中没有一个人 愿意站出来说话 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 圈子里面的人 当然是越少越好 但是也没有人出来 附和这名虚神修士 大家都知道 这虚神修士的意思 两名助击修士 死了也就死了 没有人去在意 可是此时也没有人 愿意去落井下石 毕竟这一旦出去 那是死状凄惨 而且 鱼二虎和卢小珍都是储物带 明显都是穷得要命的修士 部分修士也有些侧隐之心 既然大家都默认了 我就动手了 那虚神修士抱拳说完 伸手就要来临于二虎 卢小珍取出十几颗中品零食说道 我这里还有些中品零食 那虚神修士明知道 卢小珍没有上品零食 却故意说道 现在才知道 取出零食来 已经晚了 住手 程纳纳看见那修士要动手 立即就叫了出来 她见那修士暂时停住了出手 立即就冷冷地说道 你知道她是谁吗 墨月之城夜城主的弟子 你敢动她 雷云宗和无极宗 就是你的下场 那虚神修士愣了一下 忽然哈哈大笑说道 这么说来 也是墨月之城那个夜城主的人了 程纳纳立即说道 没错 我是夜城主的弟媳 人群中立即就有虚声出来 显然没有人相信程纳纳的话 鱼二虎是夜莫的弟子 夜城主多富有 又是一城之主 会有鱼二虎这种 连上品零食都拿不出来的弟子 实在是太笑话了一点 更何况 也没有人听说夜城主有弟弟 程纳纳说出夜莫的名字 不要说离火镇里面的普通修士 就是那两名画针修士 也惊意地看了看程纳纳 显然想要确认一下 程纳纳说的话是真是假 别人看见那虚神修士大笑 以为那虚神修士和他们想的一样 不相信程纳纳的话 可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那虚神修士再次大笑说道 墨月之城是什么东西 夜城主又是什么东西 对他来说 不要说夜城主了 如果师门的长辈在这里 那两名画针修士 他也没有放在眼里 到这里的修士 大部分都是知道 叶末回来后 在墨月之城发威的 所以他们听到这名虚神修士的话 才震惊不已 就是两名画针修士 都看向了那虚神修士 心里暗自惊意 连墨月之城的夜城主 都是什么东西 这虚神修士的后台 难道比无极宗甚至单程 还要厉害不成 很多反应比较快的修士 已经看出来了 这名虚神修士 应该不是南安州的 如果是南安州的修士 绝对不会不知道 墨月之城 更不敢说夜末是什么东西 第1439章 魔域平原的蓝色太阳 放下二虎 我们自己出去 程娜娜 见那虚神修士 还要动手 冷声说了一句 拉起卢小珍 对于二虎说道 二虎 我们走 于二虎眼里 露出一丝绝望 在修真界这么多年 不能晋级 对于生死 他看得倒是淡了许多 只是马上就要见到师父了 反而在这个时候 要去送命 现在程娜娜 要陪他和小珍一起出去 二虎摇了摇头说道 我和小珍一起走就好了 你留在这里面吧 如果我们都出去了 谁告诉我 师父帮我报仇 再不走我就要动手了 那虚神修士 再次补充了一句说道 娜娜 如小珍担心地说了一句 程娜娜摇了摇头说道 别急 我有办法 程娜娜是真的有办法 她看见这个离火镇的时候 就知道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 说不还有机会逃出境地 因为 她同样有一件火系法宝 下品真气离火照 这件离火照 还是她在球桥城附近 寻找叶子风的时候 偶然得到的 只是离火照和她的属性不符合 她很少用而已 今天她也是看见那些魔灵影子 怕离火镇的火圈 这才想起了离火照 咦 前面竟然还有一个离火镇 镇里面还有静谦的修士 这些人倒也聪明 知道布置一个离火镇 只是离火镇再厉害 坚持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叶末的神识 比锦英里厉害得多 早已看见了远处的离火镇 随即叶末就吃惊地说道 娜娜怎么也来了 为什么不进离火镇 要用一个火照法宝 娜娜是谁 锦英里疑惑地问道 叶末的脸色却是一变 忽然加快了速度冲了上去 她发现 程娜娜的离火照里面 竟然有三个人 除了程娜娜外 二虎和小珍也在 如果程娜娜是一个虚神 或者是宁体之上的修士 说不定她可以凭借这个离火照 逃出魔域境地 可是 她只有原因中期的修为 用离火照护住三人 显然力不从心了 甚至连移动的能力也没有 只能在原地坚持住 程娜娜脸色苍白地 用神识控制着离火照 并且不断地注入真元进去 她知道 就算是她再坚持 也无法继续坚持一天下来 于二虎和卢小珍 看得暗自着急 可是她们 却无法帮助程娜娜 支撑离火照 就在这个时候 她们忽略感觉到 周围变得璀璨无比 似乎成了蔚蓝的海洋 锦英里看见叶末寄出天火九阳 心里完全明白了 叶末说灭了上万邪灵 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太阳下 就算是再多的邪灵也走不掉 必死无疑啊 蓝色的太阳 于二虎看见周围的蓝色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随即她就看见了 周围无数的邪灵都化为烟雾灰尘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师傅 于二虎立即就看见了叶末 她马上就想到了 那蓝色的太阳 是叶末寄出的 更是惊喜地叫了出来 就算她一个大男人 也忍不住眼圈有些湿润 她从来没有想过 来到落月大陆这个地方 一二十年后 她还可以再看见叶末 大哥 就算是明知道叶末在魔域禁地 程娜娜也完全想不到 能在这里看见叶末 更是惊喜不已 她看见周围那些魔灵 在蓝色的太阳下 灰飞烟灭 顿时松懈了下来 程娜娜一松懈下来 就是一口鲜血喷出 落在了已经暗淡不已的离火罩上面 娜娜 你怎么会和二虎还有小珍在一起 叶末仓促地问了一句 见程娜娜神情伟顿 二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卢小珍连忙说道 娜娜在囚桥城附近寻找紫风 我正好和二虎也到了囚桥城 结果我们听说 师父你来了魔狱境地 二虎心里迫切想要见到师父 就让娜娜带着一起来了 与二虎总算是平静了一些 连忙补充说道 是的师父 我看很多练习期的修士都能进来 我和小珍都是筑基圆满了 应该更是可以了 这才来到了这里 卢小珍却有些疑惑地 看了看叶末身边的景英里 景英里给她的感觉长得并不漂亮 甚至有些丑 可是当她在看景英里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女人 是她见过所有女人中最风华绝代的一个 那种感觉很怪异 不过她却不敢询问叶末 景英里和师父到底是什么关系 程娜娜恢复了一些 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 叶末取出一枚丹药 递给程娜娜说道 你先吃了丹药 等程娜娜吞下丹药 叶末才看着离火镇疑惑地问道 你有离火罩 完全可以进入离火镇 为什么不进去 离火镇虽然也坚持不了多少天 可比这离火罩要强得太多了 况且 叶末叹了口气 没有说出来 景英里却明白叶末的意思 她补充了一句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 你的离火罩是下品真器 炼化需要一些时间 估计那离火镇里面 早就有人来抢走了 程娜娜心里一惊 这才醒悟过来 如果有人抢了她的离火罩 去离火镇中炼化 那又如何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景英里 心里暗自钦佩 这个女人敏锐的观察力 见叶末盯着自己等回答 程娜娜没有半分犹豫地说道 不是我们不想留在离火镇里面 是因为有人不让二虎和小珍留在里面 我只有陪他们出来了 听到这话 叶末脸色立即就沉了下来 这离火镇里面筑机修士 也不是于二虎和卢小珍两个人 为什么不让二虎和小珍在里面 叶末寄出天火九阳的时候 离火镇里面就有人看见了 当那些人看见无数的魔灵影子 在天火九阳那蓝色的太阳当中 化为灰尘 甚至消散不见 立即就知道 这蓝色的太阳 就是魔灵或者那些影子的刻心 叶末来了 是叶城主 他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是末月之城的人 叶城主送了一枚丹药给他 叶末寄出天火九阳后 在离火镇里面的修士 大部分都认出来了叶末 当那些修士看见叶末几人 根本就不用离火照 也没有寄出任何法宝 在那蓝色的太阳下 安然无恙的时候 就知道 那蓝色的太阳 就是那些影子的刻心 只是瞬间 离火镇里面的修士 就明白了状况 纷纷远离了刚才将成那那三人 逼出离火镇的那名修士 有些胆大的修士 甚至开始踏出离火镇 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 确实是没事了 有了例子 其余的修士 纷纷踏出离火镇 所有除了离火镇的修士 都对叶末恭声感谢 或者是恭敬地问候 他们都知道 如果不是叶末来寄出了 这蓝色的太阳 就算他们 是在离火镇里面 也坚持不了多久 那刚才将鱼二虎三人 逼出离火镇的虚神修士 很快就发现他的周围空旷起来 甚至只有了 他和自己的同伴 周围议论说 叶成主来了 他当然听见了 看见叶末举重若轻的 就将周围的影子 用蓝色太阳融化 心里倒是也有些打鼓 要说没有一点后悔 肯定是不可能的 早知道那个叶成主这么厉害 而且这么快就过来了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将成娜娜三人逼出去 离火镇里面 出来的修士越来越多 叶末已经听完了成娜娜的话 加上出来的修士 有些为了讨好叶末 更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那个虚神修士的可恶 那两名化真修士也有些尴尬地 走到叶末面前抱了抱拳问候 多谢叶成主了 相比之下 我们才知道和叶成主的差距 叶末虽然厉害 对于修士来说 他的年龄还太轻了 他们也是化真修士 当着叶末的面承认不如叶末 叶末的虚荣心应该可以得到满足了 滚 叶末扫了一眼眼前的两名化真修士 寒声喝道 那两名主动上前打招呼的化真修士 脸色立即就青红阵阵 他们也是站在修真界顶端的存在 竟然被别人当着这么多修士的面说滚 这个脸丢得简直没有脸面了 就算是这样 那两名化真修士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退到了一边 他们很想现在就走 可是想到境地里面可怕的影子 又有些犹豫了 那名虚神修士也看出来一些不对了 他和身边的同伴打了个眼色 绕过人群 想要离开 只是才走了数十步 他就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移动了 不等他说话 叶末的声音已经传来 是你逼我末月之城的人 离开离火镇的 那虚神修士看见叶末叫两个化真修士滚 而那两个化真修士 竟然丝毫不敢反抗 再加上 现在他寸步难移 立即也明白了 这个叶成主确实是有些古怪 不等那虚神修士说话 站在虚神修士旁边 那名年纪稍大点的修士 已经抱全说道 叶成主 这是一个误会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末月之城的人 如果知道 我们肯定不敢这样 那修士知道 说什么为了让大家一起出力的大道理 根本就是废话 所以干脆说是误会 是吗 我怎么听到阁下说 末月之城算什么东西 叶成主也是的话呢 人群中立即就有人讥讽了出来 虽然是讥讽那名说话的修士 却不敢将叶成主算什么东西 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说出来 叶末倒是有些奇怪了 一个洁变初期的修士 一个虚神修士 居然敢说 末月之城是什么东西 难道还有比丹成更厉害的宗门 他可不相信自己杀了丹成十一名化真 和灭掉两个九星宗门的消息 没有传出去 第四四灵章 冰神宫 无论是什么势力 敢无缘无故地杀成娜娜 和鱼二虎三人 叶末也没有打算去问了 蓝色的太阳 忽然爆发出一种刺眼的蓝芒 那名之前赶走鱼二虎三人的虚神修士 根本就来不及说话 就在刺眼的光芒下 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融化 看见虚神修士瞬间开始融化 自己的身体 也即将承受不住那种恐怖的炙热 那节便修士 再也顾不得什么 惊恐地大声叫道 叶成主助手 我们来自无心海的水神宫 叶末听到水神宫这三个 自道是真的停止了 继续催动天火九阳 只是那名虚神修士 在天火九阳之下 已经化成了虚无 那明节便修士神情伟顿 如果叶末不助手的话 显然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此时在叶末天火九阳下的修士 这才惊恐地发现 这蓝色的太阳 是叶末的底盘 他想让谁死 谁就得死 一时间 现场寂静无声起来 有几名修士悄悄地退出了 这蓝色的太阳下面 祭出法宝快速地飞盾而走 那两名化真修士 看得也是脸色大变 同时毫不犹豫地 离开了蓝色的太阳范围 转身就走 这一切 叶末就好像没有看到一般 谁要走就走 他可没有让别人留下来 不过留在这里的修士 他也不会让邪灵杀了 走了部分修士 但是大部分的修士都没有动 他们知道 如果叶末要杀他们 他们也等不到这一刻了 那狼狈留下一命的 结变修士 这才发现 那名虚神修士已经死去 顿时惊叫出声 你杀了朗月公子 都七老八十了还公子 叶末心里很是不屑 他看着那保住一命的 结变修士问道 水神宫在什么地方 你杀了朗月公子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那结变修士说完 浑身的气势暴涨 显然要自爆 叶末岂能让一个 结变初期的修士 在他的面前自爆 真元大手已经伸过去 直接将那结变修士 犹如抓小机一般地拎到了面前 手已经覆盖在那修士的头顶 开始搜魂 可以说 化真修士 想要搜结变初期修士的神魂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除非不要命了 否则一个结变修士的灵魂记忆 涌入到化真修士的十海中 就可以让化真修士入魔 不要说搜结变修士的灵魂和记忆了 就算是搜须神修士 都够强 所以看见叶末 虽然对一个结变修士搜魂 周围的修士 更是不敢相信 他们没有达到化真的水平 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懂 就算是他们知道 叶末无法对一个结变修士搜魂 也都没有任何人敢发出声音 一个虚神修士 在叶成主的太阳下 根本就没有坚持几个呼吸 而一个结变修士 更是被叶成主的真元大手 随意地抓了过去 那些关于叶成主的传闻 显然不会有假了 叶末当然不会惧怕这些 对他来说搜魂虽然有些麻烦 却也不至于受到伤害 他在苦逐边修炼 而且还有神识刀 就算是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进入石海 神识刀一脚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一般的情况下 叶末也不会去搜魂 这种手段不光彩不说 次数用得多了 对自身并不好 只是数十个呼吸的时间 叶末就一团火焰 将这名结变修士化成了飞灰 同时闭着眼睛 将石海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信息 全部用神识刀展出去 这才遇了口气 和他预料的相差不大 他一直找不到的冰神功 和这个水神功 还真的有联系 被他杀掉的那个虚神修士 叫朗月 而被他搜魂的结变修士 叫朗维 朗维不但是朗月的保镖 更是朗月的家仆 水神功在吴星海深处 属于从不出世的门派 有些像地球上夜 没见过的隐门 但是水神功的势力却并不小 画真修士有八人 有三名画真九层的修士 公主朗英的修为 更是深不可测 水神功的公主 从来都是女子 而且还必须要是角色容颜 外加资质逆天的女子 所以一般担任公主的 都不会是上任公主的女儿 而是精挑细选后 才会被当成公主培养 每次培养下一任公主的时候 都有十几名候选女子 直到选出其中一名最优秀的女子 这任公主朗英 却早早地选取了一个叫戴云的女子 这个戴云容貌资质都是绝佳 按照水神功的规矩 一般现任公主的丈夫 都会是前任公主的儿子 本来这也没什么 可是现任公主朗英 有三个儿子 朗月是水神功公主朗英的第二个儿子 偏偏这三个儿子都看中了戴云 或者说三个儿子都想当公主的丈夫 至于是真的喜欢容貌资质 都是绝佳的戴云 还是想要成为公主丈夫 这些都不重要了 三个儿子竞争一个公主妻子 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最后冰神功现任公主朗英 干脆告诉自己的三个儿子 每个人给十年时间 谁能在十年时间 做出让他满意的成绩 那下一任公主戴云 就是谁的妻子 因为这个比赛 朗英的三个儿子各成心机 想尽一切办法 朗月就是因为这个 才来到了南安州 他刚到南安州 就听说了魔狱禁地 有些魔精的事情 结果进来送了命 至于朗月和朗未来的目的 叶末现在也查得很清楚 在南安州上古时代 有一个极大的宗门 叫冰神功 冰神功虽然庞大实力强悍 可是却得罪了实力 更为强大的另外一个门派 结果两个门派火并之下 冰神功烟消云散 而冰神功的漏网之余 逃到了吴星海 建立了一个新的门派水神功 水神功一个为了生存下去 第二个也为了躲避 那个门派的追杀 在吴星海隐匿了起来 结果无数年过去 水神功反而形成了习惯 成了一个不出世的宗门 朗月就是为了要找到 水神功的前身冰神功遗迹 这才来到南安州 对他来说 如果可以找到冰神功的遗迹 或者是得到一两件 冰神功遗迹的东西 那回到水神功后 他另外两个兄弟 根本就毫无竞争之力了 之前他看见进入魔狱禁地的 连炼器修士都有 立即就对南安州不屑起来 认为南安州的修士修真水平 比起水神功来差得太远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上面 就是之前那两个画真修士 他也没有放在眼里 那也只是两个画真初期的修士而已 在水神功的画真修士 随便一个出来 都可以秒杀那两人 正因为这样 才有了他说 末月之城是什么东西的话 结果被叶末的天火 直接给融化了 知道冰神功早已不在后 叶末根本就没有了 再去水神功的意思 那个叫轻儒的女子 只是让她将珠子带到冰神功而已 冰神功都没了 她还带什么 从这些资料和自己的推测 叶末估计 冰神功的旧址 应该就在冰神禁地里面 不过就算是这样 她也没有再去的想法 叶末在消化这些消息 没有说话 可是鱼二虎和卢小珍 早就呆滞了 他们想不到 叶末竟然厉害到这种地步 一个比娜娜修为还要高的修士 在叶末手里 根本连几个呼吸都支撑不了 而叶末让两个画针修士滚 那两个画针修士 竟然不敢说任何废话 想到自己 即将就有后继的修炼功法 二虎越想越激动 无论如何 她也要修炼到 和师父叶末这样 只有这样 才不往修炼一番 卢小珍知道二虎的心意 抓住了二虎的手 她知道 二虎不是因为资质不行 修炼不上去 而是因为 她真的不想改变 自己的修炼功法 因为她说过 这个功法是师父教给她 无论如何 她也不能更换 如果是叶末的话 肯定不会和二虎这样想 她绝对会更换功法 继续修炼 不过 二虎就算是更换了修炼功法 现在也不一定能够结单 一个散修没有机缘的话 想要结单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要说二虎和小珍了 就是程娜娜听到了 叶末之前的那些事迹 都有些不敢相信 现在她亲眼看见 叶末呼吸间 就杀了两名虚神之上的修士 连画针修士也不敢废话 她立即就知道 那些传闻比真经还真 叶末对还没有离开的修士 抱了抱拳说道 我刚刚进来 想要请问一下各位 我末月之城的 银月丹王去了何处 各位朋友有没有看见 我知道 我看见银月丹王 带着燕田丹王往西边去了 一名修士立即站出来说道 她的话音刚落 就看见刚才离开这里的 那两名画针修士 急速地再次飞奔过来 转眼间 就再次来到了叶末等人旁边 叶末根本不用继续询问 她已经看见了银月丹王 还有数百名修士 一起蜂拥着往这边飞逃 叶末快走 这里的不是魔灵 是邪灵 银月丹王还没有到叶末面前 就已经看了叶末 并且大声地叫了出来 看见扇冰兰等人在后面 也踏着飞行法宝过来 叶末就知道 银月丹王应该是从扇冰兰口中得知 自己过来的事情了 银月丹王知道邪灵 显然知道 可以用奇异火种对付邪灵 叶末还想问问 既然知道用奇异火种对付邪灵 也没有必要逃啊 可是 当他的神石看见无数黑影追了上来的时候 就知道 这里的邪灵 对银月等人来说 实在是太多了 更何况 这些邪灵的影子 也就他的神石可以看见 银月丹王等人的神石 根本就扫不到 几乎是同时 叶末就祭出了天火九阳的第二轮太阳 本来他的红色太阳 威力还不算大 可是这么多的邪灵 叶末也不敢怠慢